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晚安 我是习老师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习老师 习老师是 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硕士 是国立台湾大学 图研所交通职的博士 有高考交通行政及格 高考交通工程技师录取 所以呢 习老师呢 大概是 我们补教界里面唯一的交通士绑 这士绑 应该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 那这士绑呢就表示 我们在 交通这个领域 算是 还蛮熟悉的 记得习老师在台大 练博士班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从 木榨县 就是节验开始做 规划 开始做规划 所以 跟节验节验也有 二十几年的一个历史 那 顶红公子的同学 在节验 节验招考的表现呢 会 通常成绩是非常的亮丽 我们可以说 应该是 国内首期一指 不但是录取的同学多 而且呢 我们 各个类科 都 还蛮取权的 所以在同 我们的同学在 节验的招考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 表现 除了笔试之外呢 我们有提供口试 那我们知道呢 笔试它只是录取三倍嘛 所以口试通常呢 是个关键 所以口试非常的重要 但是同学不用太着急 因为口试我们会有辅导 我们的同学呢 在口试上表现 通常会特别的好 因为我们有给予 包括呢 口试的讲习 还有一对一的辅导 所以我们同学通常呢 在口试方面表现得特别好 但并不表示呢 顶文的口试辅导 你就一定可以录取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你 比试 最好还是考高一点 比较 没有压力 这样口试就不用 压力那么的大 台北捷音公司 它几乎每一年都招考 每一年都招考 那 陶影捷音会不会每一年都招考 那当然 台北捷音 就是 台北捷音公司它是一个网路 网路的一个形态 那个陶影捷音 它就是比较小 我们预估呢 今年招考 然后明年大概也会招考 因为通车 但是人就不会那么多 所以 陶影捷音呢 通常招考名额会比较少 但是我们同学可以一两次 其实不只是台北捷音 台湾捷音 甚至台中捷音 都 可能要营运了 那捷音公司好不好 捷音公司呢是 市营的企业 那以台北捷音来讲 它是 最大的股东 就是台北市政府 以陶影捷音来讲 最大的股东呢 是陶影市政府 那这两家公司 如果要选择的话 台北捷音当然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台北捷音呢 年终奖监 以前都领超过七个多页 那最近呢 我们看到它好像收水了 对不对 剩下四个多页 但是呢 它可能有一些红利 就不算在年终奖监 所以它聪明一点 但是它营运非常的好 我们不要管它是四五个页也好 或七个多页也好 它的年薪大概还不错 可能十二个月 如果加七个月 可能有十八九个月之多 但是呢 它的薪水 以像司机员啊 占物员啊 是稍微少了一点 可是呢 如果是工程师的话 治理工程师薪水都很高嘛 对不对 五万年起跳 而且五万年 你不要说乘上十八个月 你至少乘个 十五个月 大概有七八十万 的一个 连薪等于也有七八十万 那保障呢 保障因为是市营的 就是公营的企业嘛 所以算是很有保障 如果以台北市来讲喔 它 大概是全世界很赚钱的公司 所以 除非说你想要考高考啦 不然的话 大概待一辈子是没有问题的 那陶影捷运呢 习老师会看好 为什么 因为陶影捷运喔 这条路线是 房间路线啦 所以应该也会赚钱 所以如果你去高雄 你去 台中捷运 那可能 不一定好 因为他不赚钱嘛 对不对 那陶影 捷运这条 应该也是 亦顾会赚钱 所以 考 捷运公司 习老师会建议是OK的 那 如果说 你如果 做一阵子呢 想要考高考 其实也OK 那考高考可能会可以限制 像交通行政啦 交通技术啦 都是相关的类科 而且那两个呢 录取率特别高 交通行政大概有10%的录取率 交通技术甚至有两层到三层的录取率 都是公职里面特别高的一个录取率 好我们今天还是以 陶影捷运为主 那如果我们同学想对公职 或其他的国营事业啦等 可以另外提出 那捷运公司 我们可以 看到我们 简章的部分 陶影 捷运公司 在103年先进任典的一个 招考 它 可以分为 只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 它总共是招考 237名 工作地点 包括 正条 台北捷运 陶影捷运都是 包括台北市 台北市呢 它其实就在我们火车站这里 它原则上呢就是 我们有一个 双组星 双组星现在呢 还没有盖好对不对 以后会盖好 你想象一下 我们在斜对面的双组星盖起来 从火车站双组星这个 桃园 桃园捷运站的 一个头 然后呢 经过三重 一直到桃园机场 所以呢 它是一条怎么样 黄金的路线 这条路线呢 如果我们同学有去过香港 你就知道 那个起的机场 就是 整个 到香港 那个 快捷的一个路线 我们就是类似 以后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出国 你可以在哪里 你可以在双组星 那个捷运站 Check in Check in以后呢 到 火车站的附近逛一逛 然后时间到了 赶快去搭 才搭到桃园机场起飞 所以非常的方便 所以桃园捷运呢 这条线 它 热肉可其 它应该是一个很 赚钱的 房间路线 237名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录取的名额 口试名额有三倍之多 所以你笔试不要考太差 那口试呢 你一定要好好的加油 因为口试的分数 也差很多 那 胡涛 你可以看到有专业的 一般的营运 还有一般的经营管理类 所以这些类别 那考试的科目 我们看一下 好像 笔试 包括了 共同科目跟专业科目 共同科目呢 它是包括国文还有英文 上次已经有考古题了 我们台北街市在100年曾经考过 我们也给大家一份 考古题 不过考古题好像是只给那个 简介书 对不对 因为它很多 那国文英文呢 我们外面的书里面就有 你待会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像有啊 英文都有嘛 国文英文都有啦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讲义的部分好了 国文你看 它是短文的写作 30分 兴建陶淫大众结印的必要性 写一篇 通常是这样啦 不只是陶淫结印喔 台北结印也是 它的短文和论文呢 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结印 跟这个结印有关 那 写责题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了 写责题有20题 有20题 英文的部分呢 它是21到40题 媒体是1.5分 占50分 也就是说 狗文 包括呢 短文一篇30分 选择题20分 所以狗文是50分 英文是50分 合计是100分 那 短文30分 而且这短文呢 是跟结印有关 通常都是啦 好 就算 喔 题目里面没有结印呢 你可以 你的 论文的写作呢 也可以从结印来发挥 所以这一篇呢 要 这一篇喔 你就把它背起来就好 那怎么背 我想 可能 习老师有出一个什么 那个国考秘籍 你可以看 那个光碟 他 考 考作文没有什么要领 你在那么短的时间要考高分 就是要把它背起来才能考高分 没有其他的结窍 那你说 作文怎么可能背 你题目都没有 题目已经跟你讲了 就跟结印有关 所以大概就那个换围 无论题目是出什么 大概都跑不了 那 结印呢就是 以服务嘛 服务专业为主嘛 那从这方面就 服务就是要很 很热心的服务 等等 好 那另外呢 解印概述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解印概述 我这里解印概述有很多题 总共有50题 那解印概述考什么呢 解印概述呢 解印概述呢 其实考的还蛮简单的 就考一些跟结印有关的一些尝试 你不妨 我们这里有给上次的考古题 这一些题目呢 其实都还蛮简单的 都是相关的 当然它有一些 简单的 包括结印法规啦 或者是路线啦等等 那我们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那结印概述 这一科 因为它分数也占得很重 专业科目 占100分 所以算是比较 比较重的 所以呢这一科通常也关系很重要 当然 国文英文 因为 它就只考这两科嘛 所以国文英文 共同科目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两科 你要如何 来分配分数 来分配时间 习老师会建立 作文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把它背起来 然后 最好呢能够请老师帮你改个分数 帮你修 修到最好 然后把它背起来 那选择题的部分 包括英文跟国文选择题的部分 就是 除了老师的讲解 就多做点文题库啦 点文公子题库大概是国内 公子里面呢 算是题目最多的最大的一个题库 不忘 那考试 你就是要多做题目 才能获得高分 那节验概述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 有一些观念要把它弄懂 虽然它时间上不用花很久 节验概述有同学说 我明令过可以吗 可以 其实节验概述你花一隔夜的时间是足够了 足够了 因为 它不是真的是很 很专业的东西 它大概都是一个 怎么样 算是比较 简单恶要的 然后有一些法规啦 一些常识啦 还有相关的内容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搞不好你现在来看 解析你就自己看得懂 只是呢 你并没有办法每一题都可以 顺利的来作答而已 那另外呢 口试的成绩 比试 占30 口试占70 那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陶姐很重视 口试 相当重视口试 但是呢 比试重要不重要 比试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比试不好你就会被淘汰 你就没有机会参加口试 而且呢 在竞争很激烈的情况 比试还是怎么样 还是 很关键的 因为你拉高了以后呢 你口试就比较 没有压力 而且呢 这里还有一个口试如果没有达到70分 不予录取 不过口试呢 因为我们有提供 我们的学员 通过比试的学员 录取的学员呢 来 辅导 所以口试应该是我们 顶文 顶文公子的一个强项 对我们同学来讲应该是OK的 所以你先暂时 不要想 不要想那么多 先暂时不要想那么多 然后呢 先 我们如果 如果你 准备 到正式比试的时候呢 口试先割下 先把 比试好的准备 等到通过了 比试 考完比试 你认为成绩还不错啦 再来准备口试 就可以了 所以口试 虽然重要 但是那是比试以后的试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待遇啦 它整个待遇呢 其实 就是 就是第一阶的部分喔 像司机院啊 詹务院 跟台北结院差不多 那 年终奖监或者是 弘历的部分喔 那可能要等 陶姐 盈印的才晓得 但是他比较有机会就说像助理工程师 治理管理师 他名额比台北结院还多 而且呢 薪水也差不多 所以 同学也可以考虑 选择像这个助理工程师啊 助理管理师 来考 因为呢 像助理工程师 助理管理师 一般来讲呢 竞争反而没有那么激烈 像我们同学 对喔 考北结 有的同学呢 他也能够高分的录取 所以呢 同学不要想说 先从司机院开始 比较容易 那倒不见得 你如果说可以考管理师或者考治理工程师的话 也可以从 这里来开始来选择 好 除了呢 第一个我们要考考 陶温结院 我们同学呢 就是先选择类科 选择一个适合的类科 那选择类科可能就是 你不一定要选择人数多的 有时候人数少 罢免人数也少 要选择自己适合 自己比较有机会可以录取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 准备 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是还可以 而且科目很少 国文英文算是一科 其实算两科 再加减概述 时间也不会准备很长 好好的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准备 是有机会的 那典文公子呢 对这个会提供有 提库班 只有提库班 那提库班其实是比较少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本 就是 一般的班 那可能 就是它是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 包括国文 英文 比较完整的一个课程 那你可以 如果你认为 提库班不足的话 可以 买那个 国文英文 一般的正常班 可以来加强 加强国文跟英文的一个部分 好 那 陶映捷运公司的一个招考 这一次喔 它是 4月16到5月2号才报名 然后5月25 考试 所以还至少还有一个半页的时间 那专业 科目的部分 专业的切额 工程师跟管理师总共有9名 这切额 高线的切额其实算是不少了 同学也可以挑战一下 那经营管理类的部分 它总共有34名 那一般营业 营业类的因为薪水比较少 有194名 占了大部分的一个 职缺 好 那看同学有没有问题要问好不好 还是 让同学 提问好了 你说我们有开一个体库班啦 就我们补习班有开一个体库班 包括呢 国文英文还有解音概述 一个体库班 就是等于一个类似的充斥班 那 那待会我们同学可以拿它 就等于一个课程表 它是有提供面索跟函索都可以 那买套书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你买套书的话 提库班可以折1000块的意思 所以总共 提库班还包括套书就是2980 它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另外的就是 北捷的旧生 那时候我们 另外的 那跟我们先生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了解 陶映捷映 或者是呢 同学想说 我准备了陶映捷映 我是不是呢 还可以准备其他的公职 或者是 像捷映公司的招考 那希老师会建议 北捷跟 台北捷映或者是未来的 台中捷映 可能沿映会比 比较好一点 高雄捷映通常沿映会比较差 因为南部本来就是人比较少 不建议我们去考高雄捷映 但是未来台中应该还可以 那台北捷映算是比较好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考公职的话 就是考 高普考 地方特考的交通行政啊 交通技术跟交通有关的 或者是考铁路特考 铁路特考 他每一点的缺額也很多 那今年因为他 已经报名过了 但是他每一点都会有缺額 那当然不只会一条路线啦 那当然不只会一条路线啦 但是这条路线是为主 那其实他还有一些啦 比如说 以后可能 新竹到桃园都可能啊 未来是无限的可能 然后呢 他桃园除了机场线之外 他会连接高铁啦 连接 什么站啦 在坚益概述都会上到啊 就是他为 现在这条线还有未来的扩充 甚至呢 目前没想到以后都有 发展都是有无限的一个可能 但是 只要房间路线还是这一条 你是说怕被别的线拖累 是不是 那你错了 台北结院是越赚越多 你不用替北结担心 台北结院他 年终加奖监 就算他现在讲都是在4.8个月 其实都不止啦 他只是将 弘历那部分把它 分出去 他都超过7个月以上 以前 除了七点因为 大家知道 22k的在炒嘛 他们就会有一些 变化不然都是7个 7个月以上 那北结应该会越赚越多 三环三线只会增加营收 不会减少 因为他已经有 规模经济 那北结好不好 北结 陶游 陶游 结 好不好 陶游 理论上来讲会比台北结 差一点 可是呢 如果 你的工程师 或者管理师 你薪水那么高 那 林中奖金对你影响就会少 你也不会在意 那如果你是司机员的话 那当然如果 台北结应当然一定比较好 他目前就看得到 林中多少个月都知道 那陶游结案还不晓得 那底线又差不多 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台北结案 坦白说 好 还有没有问题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